民主黨成員夜晚繼續在天星碼頭絕食 抗議23條立法 民主黨批評葉劉淑儀指 部分市民去七一遊行 是當作假日活動的說法 去反映葉劉淑儀和民情脫節 而天主教香港教區傳播處負責人夏其龍神父 下午到天星碼頭為民絕食的民主黨成員 政府消息透露 明天本港和內地簽署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零關稅會分兩階段達至 第一階段在明年1月1日起實施 大部分香港製造出口往內地的貨物都會受惠 而第二階段預期到2006年就可以達至 將簽署的安排中16個服務性行業受惠 不過電信業始終無法分到一杯羹 下一次新聞在10點49分 鈴鐺 韓VI 超音韓 曹雷 曹雷